贸易战中共误判自实其果 国运战中共暗藏两个目的 川普政府10日宣布 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 加征10% 关税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表示 这是中方在贸易战中误判形式的恶果 出现后 中共体制内学者认为 中美贸易战是国运之争 不过评论人士何坚表示 中共现在所主张的国运战 暗藏两个目的 美国政府兑现了川普总统上星期发出的警告 宣布你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 丰收10%关税的清单 这项清单列出6000多项产品类别 包括海鲜、水果、蔬菜、棉纱、羊毛、羽衣和棒球手套等民生和普通消费品 香港苹果日报西月2日 原饮食室评论员刘瑞绍的话表示 这是中方在贸易战中误判形式的恶果出现后 被迫推出措施 顺应美方要求 刘瑞绍说中国经济经过急剧膨胀扩张浮现两大后遗症 一是经济达到临界点 例如北京绿畅的一带一路 大约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预期亏本投资收不回来 并中国外汇储备大幅降低 随时引发中国内部经济危机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二是 中共本次的所谓对外开放也只是从技术层面考虑 一方面中资在本土市场占有的份额有优势 另一方面是放宽的行业 是中共研判追不上国外技术 如在汽车业开放对外资限制因中 国追了多年追不上放弃这个市场 客观上讲美国很无辜 因为在美方立场而言 这明明是场自卫战国运之争 还是王党之战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 6月曾说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 可能会扩展为金融战 经济战 资源战和地缘政治战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金金融学院院长李小教授认为 中美贸易战本质上是一场国运之战 但该观点在中共体制内迅速流行 多名体制内官员和学者先后表示 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中美冲突 是国运之争 不过评论人士何坚表示 中共现在所主张的国运战 暗藏两个目的 第一会小党和国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明明是中共在经济和贸易上做坏事 现在被苦主找上门党被逼 面临生存危机了 于是又开始浑水磨鱼 混淆党国将中共的存亡危机 混淆成中国或中华民族面临危险时刻 为把危机损失转嫁给中国民众做政治宣传 第二这一战不得不打但非中国应战 而是中共为免灭亡而战 因为美国的直接目的 是恢复公平贸易 而中共由于体制缺陷 注定做不到所以中美之争 无可避免 不过今次的中美贸易战 虽是国家层面上的全面对抗 但针对的却是中共实质 是中共为免父王的政权保卫战 中共体制内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中美冲突 其实有正面作用就是可以用外力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 例如任泽平认为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 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理想 教授也提出国家间竞争的本质 就是制度竞争美国提出的公平贸易 是市场机制下的自由贸易 中国要做到就得真正的改革贸易 金融、行政、司法等经济和政治体制 最大的受益方其实会是中国自身 这也是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 尤其是在中国经济以危机四伏之际 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